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在我国北部湾有一片神奇的海岸 它由一大片另类的银色沙滩铺铸而成 究竟这片与众不同的沙滩隐藏了怎样的秘密 或者只是上帝一个唯美的创意呢 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 金黄色一直是海边沙滩当人不让的形容词 蔚蓝的海水冲刷着金黄色的沙滩 令多少人陶醉其中 然而在广西北海 却有一片文明霞儿 令人惊叹的银色沙滩 挑战着人们脑海中传统的银沙滩的印象 北海的银滩与一般金黄色沙滩的差异 究竟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在北部湾狭长的海岸线上 会出现这样一片定类的银色沙滩呢 在到达著名的北海银山沙滩 我们路过飞于银河几十公里的桥岗真下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里的沙滩几乎没有呈现 整个银板子 这里的沙滩与其他地方呢 没有太大的区别看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沙滩看起来并不是白的 而且摸起来手感很粗糙 看着眼前的沙滩 我们开始怀疑银滩的真实性 难道那著名的银滩 仅仅是个夸张的传说吗 为了与银滩的沙子做出比对 我们决定对桥岗镇的沙子进行取样 用两种沙样对比这种直观的方式 来感受两个沙滩的区别 我们怀着坦克的心情 从桥岗镇赶往沙滩 这个号称最纯净的沙滩 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还是又一份失望的 车子缓缓使劲推海 我们立刻能感受到清晰的海风 一遍遍地过滤着这个美丽的小船 似乎也为我们的心中 带来了些许的希望 来到了银滩 我们的顾虑完全被打消了 这里的沙子 跟我们刚才在桥岗镇 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沙子极白如雪 而且质感非常的柔滑细腻 我们在这里又采了一些沙样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里的沙子 跟前面桥岗镇所采到的沙子 颜色和颗粒上 都有很大的差异 记者也曾去过全国不少的沙滩 却从未见过那么白的沙滩 地上的沙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 甚至白的耀眼 让人睁不开眼睛 不但是我们 连在银滩度假的许多游客 也从没有见过如此雪白 细腻的沙子 你这是第一次到这沙滩来吗 是的 觉得这沙滩怎么样 踩着感觉 挺舒服的 舒服啊 以前见过这种白色的沙滩吗 没有 没有 就是去过其他沙滩 有什么对比吗 别的地方 其他沙滩也听说过 但没有看见过这么白的 是吗 对 而且踩的也挺柔软的 感觉挺好 这样银白的沙子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它与一般的沙滩构成成分 有怎样的区别呢 这样的区别 对于海洋沙滩的生态系统 又有怎样的影响 会不会不利于 一般沙滩生物的生存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走访了 北海地质工程勘察院 地质工程师 黄玉婷女士 为我们解答了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银沙滩的沙滩是白色的呢 银沙滩的沙滩的白色 它的主要原因 是一个是它那个二氧化怪成分 二氧化怪含量高 银质含量少 它二氧化怪的含量的话呢 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点几 银的含量小于百分之零点二 调杆那边的话呢 它们那些吸引沙 二氧化怪含量的话呢 二氧化怪含量的话呢 就是百分之九十六到九十八 铁的含量的话呢 就是大于百分之零点二 我们捡的铁的话呢 就是三氧化二铁 然后三氧化二铁 黄玉婷专家还介绍说 所有沙滩的主要构成成分 都是二氧化硅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食用沙 而食用沙本身是呈白色的 也就是说沙滩的粉色 就应该是白色的 而银潘所展示给我们的 正是它鼻红的粉色 那么为什么世界上 其他地方的沙滩 就大多是黄色或是金黄色的呢 这就是在刚才采访中 专家提到的三氧化二铁 所起的作用了 原来地球地表物称的铁含量 是比较丰富 且分布较为均匀的 三架铁离铁多 以三氧化二铁的结构存在 而其又并不像大多数的 矿物元素容易被 溶解于水的盐类和温 从而流失掉了 我们通常看到的铁锈 就是三氧化二铁 它会把地表物质演成黄色 像贵州的独特的三峡地貌 就是因为原始中三氧化二铁含量高 而其中的 同理白色的沙滩变化 也是因为这三氧化二铁 而银汤的沙子铁含量 则维持在0.1%至0.2%之间 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身 据黄工程师介绍 银汤的沙子不但不会妨碍 沙滩生物的存活 相反 它还能为银汤动植物 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 像沙虫 沙蟹等 对生存环境很挑剔的生物 在银汤的活跃 就是证明沙滩质量最好的标准 银汤的主要构成成分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银汤 能保持白色的本色呢 这里三氧化二铁的含量 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地质工程师黄玉婷女士 再次为我们解答了心中的疑惑 原来北海银汤沿岸地层 属于形成于几百万年前的 滨海象沉基 这一地形的特点是 具有大量高纯度的石英沙岩 正因为这一地质原因 使得北海银汤一带的 二氧化硅储量丰富 而单一的地质结构 又使得其他物质元素的含量偏少 甚至缺失 即便是地球上含量丰富的铁元素 也难以大量存在于 高纯度的石英沙岩中 所以单一高纯度的石英沙岩的地质结构 使得银汤的二氧化硅程度比较高 达到了99%以上 同时铁含量比较低 不足0.2% 所以才能呈现出美丽的银白色 今天 柔情的海浪仍然不知疲倦地 为银汤讨喜着更白更细的沙 我们衷心地希望 这颗镶嵌在北部湾的璀璨明珠 能够灿烂依旧 挥洒它迷人的光彩 我们下期再见